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走 文艺复兴巡演 这场旷人持久 而且超高密度的巡演 刚刚落下帷幕 总长已经超过四个月了 对于任何事情 热度三天就过的现在 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她怎么还在唱 体力惊人 毅力惊人 这钱就该她赚 或者远的不说 近的有蔡依林 有张辉妹 大家扮演唱会都很用心 所以不知道 为什么有人好意思 只敢合体踩踩一个个上台呢 Anyway 今天想聊的衣服和造型 有一点多 我男的尽量挑一些 有特色的 值得展开的 Beyoncé Queen Bee 自然少不了密封装 上一期讲过Mugler 这次还有Dorce Gabbana 还有Batman Batman这一件 我在某书上查到过 一位在品牌工作室工作的 中国设计师 透露的一些设计细节 当时她收到的指令 就是Be Queen Bee 所以尝试过密封纹路 觉得太死板太无趣 于是又尝试和爬行动物进行结合 稿子呢 交给总监审核之后 再开始打样 面料也选择 莱卡这样弹力大 方便窗跳 然后呢 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细节 Beyoncé本人 显然是没有时间 去世界各地 所有品牌去试衣服的 所以 她有一个专属的 试衣替身 不但三维一样 据说长得也非常神似 这件样衣做出来之后 试衣替身室 发现尺寸 大了很多 当时这位试衣师朋友 就第一天怀疑 是不是板师出了错 可是板师一般不会犯 这么低级的错误 结果发现 是巡演开始之后 Beyoncé她瘦了好多 而试衣替身 为了保持一致 也要随时跟着瘦 跟着胖 下一件值得说的 那件蓝色裙子 来自Brandon Blackwood 材质是长年比较流行的 一个新的面料 很多人叫它液态金属 面料里其实还有大量的高温丝 所以它的反光光泽 特别特殊 像Gordon Jelly一样 Beyoncé的身材 虽然我不这么觉得 但对于主流 东亚审美来说 依然比较 胖 但是人种的优势 让她的身材比例非常好 侧边开叉 直接开到胯上 这也是拉高比的一个常用做法 去主页看见这个品牌 品牌本身是皮具起家 皮具设计的一般 比较没有惊喜 接下来 这一件宝兰套的裙子 来自于Roxander 真小众设计师 她的服装 和她的应用艺术 建筑设计背景有关 所以 她的体积感 也不是常见的 大风裙 或者是 大扩型的大衣 她用类似游泳池里边 有氧槽 经常用那种 悬浮棍 来做支撑 在穿过面料的同时 产生褶座的堆积 有体积 但不沉重 非常有漂浮感 我喜欢这一件 是因为这是一个 事半功倍的设计手法 比起十层纱 比起一百米的料子 她对于体积的理解 和面料的处理方式 还是非常新颖的 Next one Mark Quinn在活着的时候 我就很难在她 和John Garland之间 进行一个二选议 因为Sara挑不出 Who's my favorite Mark Quinn去世之后 Sara上位 做的也非常好 不过Sara显然不是一个 内心绝望的人 尤其是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进行一个长线发展之后 最近几年的设计 显然没有Mark Quinn当年 那么前卫 那么就有实验性 那么就有冲击力了 女性设计师的视角 显然要比男性设计师 要柔和很多 这一件红色的珠袖裙子 我却突然有了那种 Tremendous Romantic Sadness 有一种巨大的 扑面而来的浪漫忧伤 而且呢 负责设计这件裙子的 也是Mark Quinn设计部 一位非常年轻的 中国设计师 帮忙困进一种 童年出国创伤 精神世界并不完整的 破碎感 表现得非常好 然后这一件 老米仙子也穿过 演唱会 为了方便行动 改成了一个短板 下面一件 黑森木耳 这件来自这两年 也很火的 香港设计师 Robert Wann 云薇俊 他最近常常给各多明星 做点卫造型 很多人可能是通过 蔡徐坤 谷爱玲 杨千玺知道的 他在做高定之前 成衣系列 我就有关注到 可以说是最爱使用 打折板的设计师 他把平整的面料 用打折板处理之后 再利用折着的自然流动感 来做出不同的形态 不知道这个品牌 什么时候会发布 下一期高定系列 非常期待 Diesel Diesel做的两件 这个非常老牌的 意大利牛仔品牌 是一个中低端的定位 但是已经很多年 都不温不火了 当时换设计师的时候 第一时间 我就做了秀场解析 而且当时 为这位设计总监 做了一个三部曲 个人品牌 Viso 包括后面给 Jumpo Goldie 的高定系列 而且我当时预言 创意总监 Glenn Martins 他绝对是 2022年 年度设计师 并且大胆预言 Viso一定会火 这一竞技艺 市场反馈 也的确非常好 然后这两天 我还去看了设计师 个人品牌 Y Project的秀 这场秀回头讲 真的是看到牛内 Viso这两天定制 一件废土 一件闪钻 然后都把Buddy Suit 穿在了连身装之外 比例抓得非常准 尤其是配合 专属的古风机 每次看Beyoncé的舞台 都觉得 大姐 咱们都这个歌坛地位了 居然还这么卖力 真的非常敬业 作为最会使用头发的 Beyoncé女歌手 Beyoncé贡献了 非常多神机现场 而同时 作为时尚区 发型最好看 头发最多的博主 这位小伙伴 能有像我一样 这么美的头发 好 我们继续 这场演唱会 有一个人非常吸引眼球 他的一位dancer Honey Balenciaga 从房子 Balenciaga 叫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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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准备 这张专辑这次巡演大量采用了八九十年代 纽约的ballroom文化 还有Vogue 简单来说 就是一群生活在八九十年代 纽约的transgender 为了短暂的逃离现实 而自发组织的一种舞会活动 关于什么是house 什么是mother 什么是category 什么是Vogue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muller那一期 介绍的比较完整 所以演唱会上这一段过桥 每位dancer在所有之前 都会有category is you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this category is called dance that motherfucking ass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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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嗨 然后接下来我们这么干 因为一套一套介绍非常的零散 而且内容非常的多 尤其是有很多比较类似的款式 比较相似的设计 所以圣诞导型我们分成几个部分 本次巡演最大赢家品牌 最失去品牌调性的look 最意外惊喜的look 最难看的这套look 最中规中矩的这套look 最大赢家品牌 包括Botman 包括McCoin 包括自家品牌 Ivy Park 首先Botman 绝对的最大赢家 数量上绝对优势 而且风格也非常符合 首先品牌DNA里面的复杂手工和舞台效果 就非常适合巡演 再加上志际师本身的风格 都让这次巡演合作非常的贴合 而且其实这张专辑发行之后 Botman的设计团队和Beyond的造型师 就以专辑中的16首歌 每一首为灵感 分别设计的一套衣服 这一整个系列其实非常可圈可点 只是曝光量没有那么高 而且不是每一件都适合 演成会表演换装 所以不是每一套 在这次演成会上都有露出 接下来McCoin 其实McCoin和Botman一样 成衣线的做工 就绝对有高级定制的成衣 McCoin没有高定性的原因 方方面面 她如果还活着的话 时装史上 绝对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传世经典 这件蜜蜂装的思路继续打开 但也是巧合 因为这个风潮六边形的造型 Sara在2013年就做过了 而且我没记错的话 1314秋冬 刚好因为Sara去生孩子 所以那个系的造型非常少 那一个系列 其实完全可以开发一下 然后 Adidas for every part 当然咯 自家品牌 自家品牌 不穿才有点奇怪 下一部分 最失去品牌调性的look 这一组不是说难看 也不是说不合适 而是很多设计 如果遮住那个名字 连猜五次都猜不到 到底是谁做的 因为这些造型 既没有品牌的绝对性设计 也不符合品牌的一贯风格 主打一个陪伴和衬托 举几个例子 这件是BOSS 你们敢相信 我记忆中的BOSS 一直都是高性价比的商务男装 所以这件银色拉链间 完全想不到会是BOSS 然后米兰双周24春夏的秀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真的是意外惊喜 诚意拉满 整个转型转得非常成功 非常好看 这件居然是Prada 我估计接到这个任务的Prada设计部 也很挠头啊 因为毕竟Prada是最文艺 最艺术化 离性感最远的牌子 最后做成了这个样子 嗯 鸡盘锡 嗯 我想把这件 从最不符合品牌调性 归到最难看的一个分那里 首先 这张系的Monogram 融合的配好 利用品牌的Monogram 想做一点透视的效果 但我觉得这个线条 要么就有鸿鸣数值 你做的非常锋利 要么你就结合身体曲线 让它整个动起来 流畅起来 接下来这两件 Gucci 其实单看这件粉色的胸衣 做得非常好 但是 完全猜不来是Gucci 这两件 Jackabuse 也是和品牌的男发风情 没有一毛钱关系 接下来 最难看的这套造型 首先这一套 新音乐教教主 银色配红色 大概是最灾难的配色 因为绿色适合配银色 红色要配金色 下一件 Demo Baza Helious 丑暴了 这件问题从上到下 而且这个连身的body suit 它连身的body suit 其实几乎没有失手的可能 但是这一件 签约这个图案排布的派好 光一打 像没穿裤子 下一套 Valenzino 荧光粉 PP Pink 品牌这两年主打的这个荧光粉 其实很好看 但这件亮片的质感 为什么看着这么糟心呢 下一件 Fendi 居然有Fendi 这件居然是Fendi Boring as fuck 下一组 最惊喜的look 首先最惊喜 最好看 最吸引眼球的 一定是首场的这件 Loeve 恶魔之手 这件后面还有几个不同的配色 甚至还有一个升级版 我觉得都非常好看 接下来 Lobito Cavalli 双色火焰 无论是600度的红火 还是1400度的蓝火 只要是变成了现场 那就是热情如火 下一套 Emilio Pucci 这一套色彩斑斓的高饱和拼贴元素 让这个几乎被遗忘的品牌 突然而能见度 下一组 Tiffany Tiffany自从被LVMX集团收购 O And Share 2050 Tiffany Oz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非常喜欢这个刺绣的细节处理 而且配合帽子大神Stefan Jones的帽子 就是整个人看起来是一支香水瓶 最后一组 当然演唱会一定也少不了中规中矩的大礼服 无论是Elisabeth还是George Hobbica 还是Tomato Ralph 还是G.Fanxi Fergamo 全部都是好看的大礼服 不分彼此的大礼服 换个标签都成立的大礼服 其实大礼服 Evening gown并不是原罪 我也并不讨厌大礼服 其实有很多场合 就是需要这种非常规矩的 非常标准的大礼服 我只是不喜欢很多年轻的偶像 穿着一件大礼服 就说自己多么时尚 这个两回事啊 关于这场演唱会 关于这张专辑 尤其是这两句歌词 I'm looking for motivation I'm looking for a new foundation I am on that new vibration I'm building my own foundation 用非常明确的内曲力 来寻找做价值 Beyoncé是绝对意义上的大众流行地吧 这张专辑采用小众包围大众的模式 从ballroom 从club 各种电子house 里边吸取很多不一样的领表 而演唱会表演 除了我前面提到的一点Vogue 还有很多典型的样文化元素 融入其中 让这场表演看起来更多元 更纯粹 更野 Beyoncé的巡演 无论是曲目安排 还是现场表演 一直都是当之无愧的 顶级的视觉盛演 而且这一次 我觉得串场极其连贯 就像当初专辑刚发的时候 听音频 它是没有起始 没有结尾 一气呵成 目不暇接的 而且是一种纯粹的感官放松 好的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点赞投币 到他们的联络 我们下期见啰